今天美国的华人圈出了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跟大家说说 我呢爱琢磨 爱琢磨 有时没事都喜欢问几个为什么 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想跟大家扯吧扯吧 说说为什么 纽约有两个华人 都是福建人 福建人 卢健旺 陈金平 这两个人是两个人物 应该是福建商会的主席 好像我也 这种人没什么意思 在美国被抓了 被捕了 被控协助中共在曼哈顿 开设秘密警察站 监控异议人士 警方搜查前 他们删除了和中共官员的通讯 前一项协助中共罪 可以判五年 后项妨碍司法最高 可判二十年 也就是说他们 在这个警方搜查之前 把这个删除 销毁罪证 这可以判二十年 本来这个事情 你开一个秘密警察 你去监控医人 是只需要判你五年的 结果现在也判二十五年 说中共在海外广设秘密警察站 经媒体报道 西班牙有九个 英法一家 隔三个 河南有两个 西方萎靡 中共才在海外越来越嚣张 这是曹长津老师的报道 然后美国之音 法广 然后自由亚洲电台 都报道了这个事情 说FBI逮捕了两名 涉嫌中国特工 并指控三十多人 在美国境内从事压制 持不同证监者的活动 司法部专门为此 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说两名中国特工被逮捕 你有三十四人在逃 三十四人 这些人在美国代表中国政府 执行912项目 威胁 恐吓中国的异见人士 CNN对此也做了一个详细的报道 所以这个事是今天最大的一个事情 最大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任何一个海外的华人 包括台湾人 包括香港人 都要把这个新闻 要好好看一看 真的很重要 我们看一看这个什么 CNN是怎么讲的 我们看一看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挺难过的 其实我觉得又好气 又好笑 又很难过 你说你一个中国人 你好不容易来到美国 你干嘛还要搞这些个事情呢 美国再怎么的 它也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好不好 你干嘛 而且你干嘛要拿土工的钱 你在美国 你在安安静靠你自己的流血流汗 靠你自己的脑作 你能养活自己不香吗 为什么要搞这些事情呢 而且这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 说这个卢建旺和这个陈金平都是美国公民 说是好多年前就应该是偷渡去美国的 就这么一个人 所以说中国政府搞了一个专案组 叫做912特别专案组 是不是 完了以后呢 在美国收买的这些人 利用这些人来搞了警察战 哎呦不得了的事情 海外警察局 所以你想想 这些人真是有毛病的 搞这些个事情 那不就是一点利益吧 因为你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 你都是美国公民 你应该遵守美国的法律 你在中 你在美国的曼哈顿这样的地方 你办中国共产党的警察战 他们自己肯定知道自己这是违法的 关键你是美国公民 你是如果是个中国人也就算了 你是个特务就算了 关键你是美国公民好吧 你怎么能搞这种事情呢 一旦出到楼子 你以为共产党会保你吗 会救你吗 你说 你说真的如果把你判了25年 然后你从监狱出来了 你会回中国吗 你也不愿意回中国 你这个中国不是人呆的地方 你从哪一个角度都无法解释 所以我为什么我看到这些消息 我很难过呢 就是你说一个中国人 你脑挂在去 屎的吗 你怎么想的呢 是不是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吗 这太容易找到你的罪证了 傻不傻呀 是不是 这里面有很多深层次的东西 需要去那个什么 需要去分析 因为我们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就骂呗 猪狗不如的东西 你都打算来美国的 你不遵守美国的法律 你还吃共产党的狗粮 是不是 你世人干的事情吗 好多这样的人 好多这样的人 真的 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里呢 你骂完了以后 难道这个事就完了吗 是不是 所以我写的标题也是凑热闹 也是发泄一下 就是人在美国吃土 狗粮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要吃你到回中国去吃 回土 去吃 就是你把这个问题 就指向吃狗粮呗 就是利益的诉求呗 赚钱呗 但是你自己想想 他们这些人 他们在美国生活呢 年纪都不小了 都估计好几十年了 你说他也没什么文化 都规划成美国的公民了 他老挂子其实挺好使的 福建人嘛 他们都是一波一波的 坐船过去的嘛 都是舌头把他们狗过去的 也吃过不少苦的人 他怎么不知道 美国是人带的地方 中国不是人带的地方呢 那既然是美国是人带的地方 你为什么还要搞这些事情呢 所以有些事情 我个人认为啊 还不是说就仅仅是一个利益 真的 这里面有大量的观念层面的东西 我们一直记得 我们的经济学的老师 凯恩斯说过一句话 长久来看 影响我们的改变我们的 是什么 并不是极得利益 而是观念 而是思想 真的 一个人做这么奇怪的事情 你如果轻率的就认为 就是利益 土工能给他们多少钱 给不了多少钱 我告诉你啊 你又不是土工的一个什么的红色家族 你又不是光二代 你又不是红二代 你在中国也没什么达官贵人 你能赚多少钱啊 就像有些人跑到蔡英文的访问的现场 去抗议 就给你400块钱 还被他们贪污了320 能给你多少钱啊 是不是 就像我在中国 我为什么我不做公园了 因为我赚不了钱 难道我赚的时候 前面有一万个人赚过去了 我他妈的 人家说你吃肉我喝汤 我汤都喝不到 我就闻点心味 像狗一样的闻个味道 好香啊 然后你还觉得 你自己是个吉德尼一集团 你不有病吗 所以更多的吧 我个人觉得这里面 应该是观念的问题 那什么观念呢 就是这些人吧 他可能虽然人是美国人 在美国生活 但是他们还有一种 挥之不去的 一种对于中国的情感 这种情感呢 有说叫做认祖归宗 是吧 传统文化 有的人叫做这个乡愁 诗人的说法 是不是 还有的人呢 就是有一个什么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的 那么一个传统的 从未经过思辨的 这么一个民情的秩序 是不是 这些个东西 你都要去重新思考 这些个东西都是深刻的 像这个雕刻的作品一样 就刻在我们每个人的 每个中国人的心中的 你是没有反思过的 为什么是两眼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呢 老乡也是个人 是不是 老乡他正因为你熟 有语言的方便 很有可能有巨大的陷阱 欺骗你呢 所以又有另外一种文化 说中国人最能干的事 就是杀书 就是老乡欺骗老乡 是不是 但是你长久来看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他真的是一种文化传承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那帮老乡 那帮同乡会搞一块 他们在勾兑 你知道吗 他所以观念秩序在前 完了以后呢 行为方式在后 是吧 我先有一个老乡文化 有一个乡愁精神 有一个什么认祖 认祖归宗的这么一个传统文化 作为我的这个秩序性的存在 然后所有人就以这个乡愁文化 以这个老乡文化作为纽带 然后呢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 没有老乡文化作为前提 后面的利益共同体是建不起来的 所以土呢 他就成功的就利用你这种 所谓的这个认祖归宗的文化传统 认同你就成功的利用你这个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 这个未经思辨的价值观 他就给你一点点好处 你呢 没有思辨的能力 你一听有道理啊 是我的母国啊 是我的祖国呀 我为祖国做点事情 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这个时候 一个愚蠢的价值观 它会导致一个人 做出愚蠢的事情 所以我是看到这样的事情 以后很多人把这些 福建的华人 骂的狗犬领导 我就在那边用蠢猪 这个世界上没有蠢货 每个人都深刻的 清晰的意识到 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一定是有一个更大的东西 需要思辨 我这些年 我写了那么多的 所谓的陈思路 我就是想这些问题 通常情况下 我们就是以几句骂 骂几句粮 完了以后 说几句利益共同体 完了以后 极得利益集团就没了 你中国都过去 这么几千年了 不断的有 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极得利益集团 是吧 粉膜登场 完了以后 怎么就没有一点点长进呢 难道是一群猪吗 一定是有一个比利益更高的一个因素 在控制我们的精神 控制我们的生活 甚至控制我们的历史 我告诉你 所以我认为这些个人呢 当然是活该了 你在美国做这样的事情 你做25年监狱算好的 关键是你出来以后 你怎么办 34个人呢 还有两个人已经抓进去了呢 估计这会儿哭晕在厕所吧 很多重要的观念都没有辨析 我这个时候更愿意去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人呢 这一辈子 哎呀 我们讲说人要重生啊 什么叫重生呢 还有一句话说人要什么 说上帝最喜欢你的是什么东西 是你的忧伤的心 是你的破碎的心 就是你什么叫破碎的心呢 很多人就理解不了 我的理解就是你把你的过去的习惯性的 错误的观念秩序把它放弃 把它碎掉 把它搅掉 然后再重构一个观念系统 这个是需要人死一会的 最难最难的就是这个事情 这比你赚个钱 比你泡个溜 比你跟共产党在一起勾兑 做点缺德的事情 那难多了 可是我说实话 有几个中国人做这样的事情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个人 比如说还有很多在中国混乱风声水起的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然后追求民主自由 他跑到美国去 有个民主党那帮孙子搞在一块 是不是各种作妖 然后搞那些个缺德的事情 他还觉得自己挺正义 为什么呀 因为他的价值观和民主党的价值观 一开始就是吻合的 他们是有伙的 是不是 他们完全接受不了美国传统的价值观 什么基督教信仰啊 什么保守主义啊 这些个东西他们根本接受不了 而且他抵触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这些个什么滕彪啊 什么杨建立啊 还有包括很多很多分方的名字 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 包括什么蔡霞老师啊 还有这些个那些个的人 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我的朋友 是因为他的价值观根本也没有重构过 所以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啊 叫个体重建 个体重建的核心要素呢 就是你价值观要重建 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情 真的 这是天路 是顺着光晚上爬 爬到天国去的一条不可思议之路 非常的难 神经告诉我们怎么说的呀 功可己心 强入功成 人心是最难改变的 而最最最难改变的人心 就是自己的心灵秩序 中国人听不懂这句话的 但是我希望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听我的节目 你听到这 你觉得你听懂了 你认可我的话 我恭喜你 你有福了 你如果听不懂我两手一探 谢谢 道理我 我认为你去的思考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